抗外台风席台全台多处传出灾情 造成两死515人受伤 而有一人因为修缮屋顶坠落身亡 没有被纳入 而花莲间凌晨发生瑞士规模5.5地震 加上台风灾情造成花东交通中断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台铁花东线预估下午3点抢通 雪多名状悍在台风夜 用消防水袋拉住阳台栏杆 对抗时级阵风 周四新竹县竹北 一处20多层楼高的社区大楼 一户阳台玻璃疑似不敌强风爆破 消防人员协助用水袋 固定在屋内的柱子上 众人协力防止阳台坠落 昌瑞台风席台带来惊人与世和强风 就连台北市新义区新光3月A9招牌灯香 也被强风吹倒 全台多处传出灾情 造成两人死亡 515人受伤 全台曾有33658户停水 863174户停电 多处便桥也遭冲毁 交通方面 捷运除了拉长班距 也有部分路线停驶 周五国内航班预定324班次 停飞140班次 预计中午过后恢复正常 除了这个土石流的挑战之外 我们这个花莲往台东的这一段 也因为地震 所以我们的轨道有一些这个变形的状况 还有一些桥梁需要再重新的这个巡视 苏花这一段的这个铁路 我们也是中段的 那铁路的部分 我们希望在明天的这个首班车 也就是早班的第一班车 能够让它抢通 那公路的部分 我们希望在明天的中午过后 就能够抢通 目前康瑞台风暴风圈已离台 不过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气象书指出 苗栗到彰化南投地区 马祖及嘉义高雄山区 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新桃利亚太电视迟前离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